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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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 我是 我叫張可欣 然後是四川美術學院到寶盤 來的交換生 現在大學三年級 然後在之前穿美的時候 就是我們建築設計系 然後交換過來也是相關的建築學 謝謝 哈囉 我是來自四川美術學院的建築設計大二張頁 由來交換來這邊也是念的是建築學 來到皇上這邊感覺還蠻適應的 因為這邊山上嘛 然後空氣這些 那些什麼呢 還有我聽說 拖啊那些 因為在川美其實也有拖那些 所以還蠻適應的 就 環境感覺 很 很相似 很相似的 然後課程方面的話 很多課看著蠻有趣的 然後也很想修 但是可能過來是要等出一些時間 到台灣各個地方去看一下 所以可能就修了 就修了六個這樣 然後其他的可能會到時候 有興趣的時候去扛聽一下 什麼攝影法 什麼創意的課之類的 然後有上一門 張老師的那個綠建築 因為很針對生態 環境啊 綠色建築這些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 覺得挺有意思的 會 不氣的 啊 用力睡一下 啊 這邊的好吃的真的超級 超級超級 超級多 首先就是 比學校最近的那些幾天 可以偷偷就下去 下去到那個什麼 到那個解雲寨 然後 然後坐磚車的地方 那邊都工作 然後那裡就有一個水源市場 那裡晚上的夜市 就是 還有很多的好吃的東西 超級多 全天光很好吃 然後還有那個 愛玉很好喝 雖有點酸 但是真的很好喝 然後這邊的日本料理啊 拉麵 去酒屋啊 也都非常不錯 對 然後還有一個 就要推薦 大家可能都知道 這牛肉麵 昨天去吃了一家 叫小男鎮寄 真的超級超級超級好吃 那個湯好好喝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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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 學校裡面 和學校外面的店裡 店裡賣的東西 都非常好吃 反正的來這裡 比較乾淨 其吃得非常滿足 除了吃以外 學校的食堂 也是有素食餐廳 這點也是沒有想到 就說是 在傳美 那麼在重慶 很難到 那麼素食的地方 包括在台灣本地 很多素食的一些小上坡 小小林之探 都有 味道有很多醋 一些乳味 一些 說吃的話 本身學校有很多特色 比如說傳美是那種 重慶式公園的話 這邊的話 應該算是一個四米公園 就應該在那個大山上面 前幾天有霧的話 就是那種 加雷徑那種小盆 在窗外 雲啊 雲啊 包括後來 後來現在天晴了以後 那就是雲啊 包括遠處的山都很平靜 晚上有星星 很漂亮 所以說也沒想到 其實原來以為是在山上 或鏡子會 坐橋 也會很長 其實也不是 宿舍的話就很乾淨 這點 我覺得是 這也是 我覺得是來這邊 因為沒有想到說是在山上的話 大家能把這種 秩序維持得很好 那個宿舍的整潔 什麼都包括一些 那套的設施 包括那種一樓 一樓有那種交易廳 那很乾淨 就是很很放心 舒適的一個小環境 被大家互相交流 比如說需要這點做的 感覺那個談照設施 那些 對對對 他們就很人性化 很人性化 到了台灣來 已經是一個旅遊城市 出去玩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不能老是待在學校裡面 在大陸裡面看到很多相關的資料 這些 感覺過來了之後 簡直就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跟那些資料上比起來 資料上簡直是差遠了 先說台北這邊 就在台北這邊 我就能完成一個月 然後再往台中台南這邊走 更是相當漂亮 在台南那邊到海那些 建築 然後 因為他們三個說的都是建築 就是想說一下 特別推薦華裔的同學過來 因為我覺得這邊的華裔課程 更才是真正的華裔課程 因為它貼近自然 然後老師同學呢 我們會經常出去到山上菜 以及認識植物這些 我覺得這是我們學校想要推法的課程 大概就是 課程的話 我們有選修在川普的立修 是通知課程 是中國美術士和外國美術士 其實說實話來說 相比歷史來說 我覺得這邊老師講的那個風格 跟自然跟親切 我們在這邊選修的一個是中國建築士 中國建築士的話 我以為很枯燥 然後我們當時 他那是用硬著頭皮去學 但視聽以後發現 他那是老師很灰脅很幽默 然後他們那邊講的方式的版書 PPT的去做 都是很精緻很用心 所以說我們聽起來也是 還是沒有說是像 正媒那麼聽的比較困 因為歷史的話 中國的一些講話 也還是比較 比較嚴板 比較嚴肅的一些東西 但是這邊能把你講的很生動 我覺得是